大家好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德羅娜酒店 最近非常紅的一個韓劇 裡面那個女主角阿余 在劇中表現非常非常亮眼 成為大家討論的交點 那麼我們來探討一下阿余的面相 那我們經常說 看面相的時候不要化妝 然後不要整形 我們要看她原始的面相 那阿余的面相什麼時候最原始呢 那小時候面相最原始 所以我們先看一下她小時候的照片 一個非常可愛的小女孩 那她面相中的亮點在哪邊 她的亮點在於 塌鼻子 鼻子很塌對不對 眉毛又粗又濃 但是眉眼眼 眉眼之間距離非常近 嘴角下垂又遭風耳 這些聽起來都是一些不好的面相 那為什麼這些不好的面相 她會這麼紅 首先 鼻子是五月之手 鼻子一定要能夠承受五月的力量 你看阿余的面相 額頭前凸 側面看得到顴骨 最主要是她的眉毛又粗又濃 所以代表性她這個欲望是很強的 渴求成功 渴望成功 渴望賺錢 在八字中叫做 採望深入 阿余的八字 確實也是一個採望深入的八字 我在前面講到金函冰的時候 我也講過 韓國的 出名的明星 大部分都是採望深入 官望深入 少王深清 都是這種八字 所以她的面相中 額頭前凸 看得到顴骨 眉毛粗濃 這些都代表她的欲望很強 但這些很強的欲望 她沒有一個漂亮的鼻子來承接 鼻子是五月之手 她必須要夠大夠強能夠領導五月 就像林青霞 她的眉毛也是又粗又濃 而且又上揚 但是她有個漂亮的鼻子來承接 所以她的事業可長可久 但是阿余她的鼻子又偏小 所以這種人她企圖心很強 但是她卻沒有一個足夠的意志力 沒有足夠的安全感 跟自信心來承擔這一切 所以這種人她會急於成功 急於賺錢 加上眉芽眼也是一種性極的表現 眉芽眼鼻子短都是性極的表現 所以急於成功急於賺錢 看到機會和努力去把握 看到好的機會 看到可以賺錢的機會和努力去做 所以阿余她曾經說過一句話 她說其實我這個人很笨 我除了賺錢之外其他事情我都不會 這可以說明她其實從小環境不好 所以她會非常的努力 在於她的目標上面 非常專心 所以一個面向她的優點跟缺點 事實上是一體兩面 當我看到她的缺點的時候 你要想到她背面的優點 譬如說阿余她的缺點 自信心不夠 承擔力不夠 心急急於賺錢 但是她把這些東西放回在正面 所以當她走食神運的時候 她就利用這個運勢 把握機會努力賺錢 所以她比別人更加努力 我們可以看到 她為了唱一首中文歌 她可以聽原聲大概用幾千遍 她可以把台語歌唱得非常好 因為小時候環境不好 雖然寧願睡在錄音室 每天在錄音室裡面 是有的住 而且還可以好好的錄歌 她可以節食、運動、減肥 非常有核心 把身材保持得很好 這些努力 她都是把她面向中的缺點 轉變成優點 把她的劣勢轉變為優勢 而能夠讓她在事業上獲得成功 但這種面向如果她沒有走對路 她把這些特點發揮在反面的話 就很容易變成一種貪得無厭的面向 招蜂兒喔 古時候的人很不喜歡招蜂兒 為什麼 自古以來在相學都不喜歡招蜂兒 因為招蜂兒代表 活泡怪象 容易向外發展 就像台灣曾經的首富王永慶 她就是這種向外發展性格 所以非常努力的建立了她的台術王國 她到了九十幾歲 還能夠在運動會裡面慢跑 所以這種人其實企圖性很強 會很努力 反而是現在這個社會所喜歡的 那這個招蜂兒當然也給安尤的事業 帶來一定程度的幫助 安尤的面向中另外一個特色 就是她眼睛很小 嘴角下垂 這種都是代表比較謹慎保守的個性 加上她鼻子又小 她本身自信性不足 所以她會需要更多努力來填補自己 而且她的這種比較謹慎保守性格 她會很努力去維持自己一個完美的形象 並且這種人通常也會是屬於比較細心體貼的人 在乎別人的看法 在乎別人的感受 所以傳說中 安尤非常的疼歌迷 非常在乎工作人員 她曾經說過一句話 如果剛出道我就成功 我現在不會珍惜我的人氣 我不會疼惜這些幫我努力的工作人員 所以雖然安尤她登上福布斯的排行榜 但是她竟然她的手機 一支手機用三年的還在用 所以這裡可以看得出 其實她非常的惜福 而且安尤她的面相中有個很大的特點 跟一般的女性不一樣 一般的女性經常會看到 額頭非常高 顴骨很髒 鼻子非常非常的高 那這些女性啊 就是個性上會非常驕傲跋扈 目中無人 唯我獨尊 就像之前講過張雨琪 那她就說過我又美又紅又有錢 那就像范冰冰也是這種面相 范冰冰說我不嫁豪門 因為我自己就是豪門 非常霸氣 安尤她完全沒有這些缺點 她是一個親民體貼的人 眼睛是靈魂之瘡 所以眼睛越大越有利於表現 所以很多演藝人員眼睛都很大 所以安尤後來把自己眼睛也弄大了 這當然有利於她的演藝事業 但是有一個缺點是 她眼睛雖然大 但是她缺乏一個比較有利的眼神來搭配 這點是比較可惜的 其實眼睛真的不在乎大小 而是在乎眼神啊 你可以看像小S她眼睛雖然小 但是她眼神非常有利 所以她演藝事業可以維持幾十年 有人說面相中一輔成 就可以得十年的富貴 意思就是說面相中只要有一點的好 你就可以利用這個好處 善家發揮得到十年的富貴 安尤我覺得她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她面相中其實很多缺點 她雖然缺乏自信 欲望又強想要成功 但是她把這些東西發揮出來 反而變成她努力前進的動力 加上她面相中 沒有一般女性的那種囂張 有幾來有自 她能登上福貝斯排行榜 也不是偶然的 當然她面相中的缺點 性質 缺乏耐性 缺乏自信 這個必須靠她後天修為 慢慢去彌補 然後讓她的演藝事業可長可久 讓她的婚姻順利一生順順 祝福德魯納酒店收視蒼虹 也祝福阿佑 在未來的人生中 能夠越來越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今天的觀賞 歡迎關注 謝謝大家今天的觀賞 謝謝大家今天的觀賞 歡迎關注我的頻道 歡迎關注我的頻道 並且支持我的更新 好 歡迎 歡迎 關注我的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好 喝喝 總之記得關注 吳老師的頻道 呦